你好,今天我在给你深入的讨论环境与自然保护的问题 我们全年的课程当中有不少话题是特别能够引发大家思考、争论 甚至是进一步做研究的 环境与自然保护问题就是当中一例 我们在第一季复盘《为什么珍惜动物越保护越少》里面讲过 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人和动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他说人要吃小鸡,鹰也要吃小鸡 鹰多吃一只小鸡,世界上就少一只小鸡 人多吃一只小鸡,世界上的小鸡就会多一只 人们喜欢吃三文鱼,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培育三文鱼 结果人要吃的三文鱼越多,三文鱼的数目也就越多 能源的储存量也是这样 当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石油的时候 能够为人所用的油,数量是零 人们越懂得使用,油的价格越高 勘探和开采的能力也就会跟着提高 结果人类发现的石油存储量不是在下降 而是在上升,当然在物理上还是有一个极限 但在这个极限到来以前,其他形式的新能源也已经应运而生了 总体而言,人类为能源所支付的价格不是上升而是直线下降 英文里面有一句谚语叫If it pays, it stays 越是有用的东西,它就越是能够留下来 如果能够使得那些我们要保护的动物变成对人类有用的资产 有回报的资产,能够得到产权保护的资产 那么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机会反而会更大 有同学留言对这个观点提出疑问 他们说,第一,野生动物越保护越少,这本身可能是个伪命体 你看猪环,一种鸟类,从最初的仅剩六七只到今天的两千多只 濒临灭绝的大熊猫,它的等级从濒威到义威 濒临灭绝的危险降低了,这些都是人类进行干预的后果 第二,用人工饲养牛、羊、猪,不等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这样人工饲养出来的动物,哪怕成千上万,那都不是野生的 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来说,成果为零 要真正野生的才算数 第三,我们在讲课中说,由于政策禁止杀戮 反而造成了动物加速灭亡的逻辑,似乎不对 因为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就是由于越来越少,少到濒临灭绝 各国政府才在政策上禁止这些动物的杀戮的 第四,即使政策允许杀戮和利用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也仍然困难重重 要重新大量的繁殖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 有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障碍 我看这些问题都是仔细思考的结果 我来试着回答一下 首先让我谈一下问题的背景 我来问你,你知道有多少动物 曾经、正在和即将灭绝吗? 我随手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全世界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 每小时有三个物种在灭绝 而自从工业革命开始 地球就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时期 而更有意思的是 自从6亿多年前细胞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以来 物种大灭绝的现象已经发生过5次了 地球第一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距今4.4亿年前的澳陶纪末期 大约有85%的物种都灭绝了 这些统计数据未必绝对准确 但我们也还是可以利用它做一番解读 我读到的含义是 问题很严重 而这么严重的问题 以前也出现过多次 但是85%的物种灭绝之后 地球也还是迎来了人类 这说明柳暗花明 绝处逢生 有85%的物种灭绝 也不是太要紧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此基本无能为力 超不了那份心 每天都有大量物种的灭绝 当然也有大量新物种的产生 这是大自然的常态 面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咱们人类远远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把自己管好已经很难做到了 操心太多没有必要 看见这么多的动物曾经灭绝 想想自己好不容易做一次人 好好珍惜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啊 你看面对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人类干预的作用 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一天75个物种 政府有可能每天都颁布新的法律来保护吗 面对这样的强大趋势 我们能做的 与其说是力挽狂澜 不如说是在自我安慰 我们只能挑一两个物种 十来个物种 顶多几百个物种来加以保护 而这些保护本身 就要浪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我们人自己也还有很多疾病 没有对付得了 很多穷人还没有补贴过来 资源是稀缺的 我们不能不做选择 选择的结果就是只能够挑一些兼子的物种来进行保护 挑哪些物种做保护呢 那还是刚才那句话 有用的才能留下来 比如我们就选了大熊猫 大熊猫够萌 吴博凡老师说 萌是一种竞争力 要不是因为萌 它能有这个待遇吗 哪怕是在咱们人类社会 如果你身边的谁 一天到晚只吃稀罕的竹子 又懒又不爱动 又不喜欢交配 资源者会主动帮助他们繁衍后代吗 熊猫正是因为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又被选为国宝 再加上咱们中国人也富裕了 于是就雄随人贵了 而其他的那些每小时消亡三个的物种呢 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要看到 在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的洪流当中 大部分不是人类主动去猎杀的 而是他们自生自灭的 人类既没有精力去害他们 也没有精力去帮他们 所以不管是禁止杀戮的命令 还是准许饲养的命令 对这些动物的命运 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我们再来集中看那些 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 我们来问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那就是禁止交易 能够增加他们的数量 还是允许经营 更能够增加他们的数量 熊猫好看 可以在动物园里吸引门票 还可以送给其他国家 增加咱们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谊 它有用 It pays 所以我们才花大力气保护它 繁衍它 它留下来了 It stays 这不恰恰印证了咱们说的经济学原理吗 当然我们知道 要挽救大量的濒临灭绝的物种 往往不能一个一个来 得在整个生态环境上下功夫 改善整个的大面积的生态环境 所以小规模的土地公园私有化 未必能够起作用 我们需要的是大片土地的长期的私有产权 才能够激发维护生态的积极性 而这种尝试在美国 比如蒙泰拿州 就已经有人做出尝试了 他们注用了大片的土地 饲养其很多已经很罕见的物种 包括羚羊犀牛等等 但这些做法就恰恰印证了私有产权和市场 能够促进濒临灭绝物种的产量的基本原理 我知道还有些人会说 现代化超大规模的城市集聚 对生态也是一种破坏 但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大城市里面 尤其是那些超大城市里面 往往有非常好的公共设施 比方说道路系统 给排水系统 垃圾回收系统 物流运送系统等等 在这些地方 急聚的人越多 资源共享的程度也就越高 浪费就越少 把人聚在一块生活 很可能比让他们分散居住 造成的环境破坏更小 也就说 人聚集在一块了 反而能够腾出更多的地方 让他们回归自然 关于拯救 濒临灭绝动物的问题 我还想到了一个相关的现象 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语言 也正在消失 我查了一下 据说每隔14天 就有一门语言消失了 非物质文明遗产的保护 就是派人去找那些 还能说这些正在消亡的语言的人 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 但也就是记录下来而已了 你要让他们成为活着的语言 就得有人使用它 谁来负责学 谁来负责用呢 你不学你不用 我不学我不用 这是一种自然淘汰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应该悲观 我们应该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 那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新词汇 很多的新说法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新想法 在不断的涌现 时宜事宜 推陈出新 这是咱们应该愉快地接受的 世界的基本事实 好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了 环境与自然保护的问题 我们说新陈代谢 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 虽然每天有大量的物种在灭绝 但也有许多新的物种在诞生 人类只能对它身边 非常小的一个范围 做出有限的干预 而这些干预本身 是肯定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律的 那就是资源有限 只能够把它们用在刀刃上 越有用的物种 就越可能留下来 市场 交易 产权 都能够更好地激发 人们保护和繁衍 珍惜动物的积极性 而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大量正在消亡的语言 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出于我的好奇 我想知道 如果你是一位既讲普通话 又能讲方言的人 那你跟你的子女 是讲普通话更多 还是讲方言更多 欢迎你给我留言 我们下节课再见